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,孩子上小学后哪个更占优?家长不妨了解。现在孩子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。从价格便宜的公办幼儿园,到各种不同价位的私立幼儿园,以及双语或者国际幼儿园,家长给孩子报名的时候真是看花了眼,总想把各个优点集中到一起,但是最终只能从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里挑选一个。 现在很多家长挤破头想把孩子送到公立幼儿园,并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,也不是对私立幼儿园不放心,更多的是想让孩子更加独立。 公立幼儿园在孩子的生活习惯方面非常重视,很多公立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都具有很好的行为习惯,虽然在其他方面可能不擅长,但是养成好习惯就是打好了基础。